航空母舰是什么?是一个国家航母最高科研水平的具现 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 是捍卫治海权的利器 也是大国重器 那么,建造一艘航空母舰究竟有多难? 迄今为止 仅仅只有四个国家能够自行建造6万吨级以上的航空母舰 分别是中国、美国、英国以及俄罗斯 能够自行建造核动力航母的国家只有两个 分别是美国、法国 能够自行建造10万吨级航母的国家仅仅只有一个 那就是美国 综观世界强固的航母发展历程 无论是从设计 还是从投入的资金数量 或者说拥抱的科技水平 都是难上加难 目前世界上只有9个国家驶航母俱乐部的成员 建造一艘航空母舰究竟有多难? 航空母舰作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海军战舰 苏有现代海上工厂支撑 太平洋战争之后 人们才正式认识到了这一庞然大物的重要性 但是,有关航空母舰的设想 在三个世纪初就已经提出 有关航空母舰的设想 科学家最早的幻想是打造一个移动的海上机场 在20世纪初 由法国发明家克雷曼阿德提出 在克雷曼最初的设想中 飞机与军舰应该相互结合 这样不仅能够将飞机的优势在海上完全地发挥出来 而且能够随时具备有效的打击力量 20世纪是年代 美国飞行云尤金第一次在军舰上使用飞机起飞以及降落 而这一次的成功 也为后来建设航空母舰奠定了接触 具有里程碑失的意义 但是一艘航空母舰的建设弹何容易 首先,在海面上起降的环境 与在陆地上起降的环境截然不同 尤其是变幻莫测的甲板峰 刚许多舰载机尚未起飞就雨落在海中 作为航母不可或缺的武器 现在借着强度关系到整个航母的作战水平 有些国家能够制造陆地上的战斗机 但这些国家并不一定能够制造航母之上的舰载机 舰载机无论是对动力以及机体结构强度 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而且,为了应对军事活动的对战强度 航母的机体必须要抗揍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 二战期间被击沉的航母有大约40架 其中,多数的击沉来源于飞机以及潜艇 想要建造一艘合格的航母 必须解决上面的所有难题 这也为航母的建造蒙上了一层阴影 无论是对于航母全方位的防御要求 还是舰载机的结构强度 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怎样解决航母建造式的问题 一,为了应对海面上的复杂环境 各个国家对甲板以及弹射器 做出了一定的改装 蒸汽式弹射器以及滑跃式甲板 涌现在人们的眼前 有效解决了所面临的难题 从喷气式战机的角度来看 单单是飞机起飞的滑行距离 就能够达到1000米左右 而飞机的甲板才不过200米左右 想要喷气式飞机成功地飞上天空 常规滑行的手段 是断然行不通的 常规手段无法行得通 那就加之辅助手段 为了能够让飞机获得更加充沛的起飞动力 航母上增添了蒸汽式弹射器 以及滑跃式甲板 相比于蒸汽式弹射器 滑跃式甲板才是人们的授权 要知道的是 喷气式飞机起飞的时候 会在尾部喷射出高温尾烟 由此蒸汽式弹射器 必须要承载相应高温 除此之外 蒸汽式弹射技术 围绕的是蒸汽作为主要的压力来源 所以 也必须要保证该弹射器 拥有良好的抗压能力 无法打破技术壁垒 是许多国家气质不用的原因 而滑跃式甲板 比起蒸汽弹射技术来说 就拥有一定的简易性 仅仅只需要将航母舰手 改造成向上叫起的结构 就能够使得 舰载机以向上的抛物线获得动量 从而完成起飞 相较于蒸汽弹射技术来说 怀运式甲板并不需要溶杂的工艺 制造难度低 且使用过后拥有交好的效果 以此这项技术也备受很多国家青睐 二 舰载机问题的解决方法 能够登上航母的飞机 必须要保证能够从三秒之内 从静止加速到起飞速度 除此之外 在拦足所制动的情况下 能够瞬间减速保持静止 这无论是对航母 还是对舰载机来说 都是极大的考验 舰载机本身在起降的时候 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强 再加上如此苛责的要求 使得舰载机的机体 必须能够承载一定的冲击性 而航母舰体也务必满足 舰载机的降落需求 为了满足这一点需求 设计师需要将舰载机的带弹量 电子元件 发动机动力 机体材料的设计方面做多方考量 一般来说 舰载机首要牺牲的就是起带弹量 转而使用高强度的结构材料 在保证机体重量不变的情况下 尽可能的优化 三 如何提升航母的生存能力 现代航母出行的标配 就是一整个舰群 包括巡洋舰 驱逐舰 护卫舰 潜艇 补给舰等 如此庞大的战舰群 是提升航母生存力的方式之一 但是遇到真正危险的时候 航母的防御力才是关键 毕竟打铁还需自身硬 现代航母的主要防御方式 就是避免战斗 在战斗的过程中 航母会使用电子干扰 或者创造一个诱饵 尽可能地使得敌方的攻击落空 毕竟 航母的体积过大 无法实现灵敏的躲避 其次 就是航母舰体建造拥导的特殊材料 航母特种钢 航母特种钢 在航母建造的过程中广泛使用 而这种钢材 能够充分抵御来自于水下的鱼雷 潜艇导弹 巡航导弹的攻击 但是目前为止 航母特种钢 只有极少数国家才能够掌握 而身处航母俱乐部的成员 也仅仅只有美国 中国 俄罗斯 英国 法国 印度 日本 意大利以及西班牙 这九个国家 由此可见 建造一艘航母究竟有多困难 由此可见 建造一艘航母需要的不仅仅是钱 还要自己的科研水平处于世界的前列 这样才能不落下风 但换而言之 没有钱 可能连舰载机都无法制作 又何谈制作航母呢 航母战斗权是军事战略的支柱 是显示国家力量 外交政策 保证国家利益的有效战舍 现如今我国在意的两艘航母 都是处于世界前列水准 十万吨级的航母也即将出世 到时候 我国就是世界上为二 能够建造如此航母重量国家 为什么二战时期的航母 制造那么容易 而现在却非常困难 大家都知道 二战时期航母就是海战的支撑法宝 各参战国都疯狂的制造航母 整个二战期间 美国制造了158艘 英国91艘 日本25艘 连意大利都造了3艘 最疯狂的时候 美国每周都有一艘新航母下水 可见速度之快 但是当今世界 航母却制造越来越困难 就连美国制造一艘新航母 也需要数年 乃至十年时间 为什么二战时期的航母 那么容易制造 而现在却极端困难呢 首先是舰载机的原因 二战时期航母上的舰载机 都是螺旋桨战机 结构机器简单 把一个活塞发动机 塞进飞机壳里 加上一些简单仪表就可以 当时的螺旋桨战机重量很轻 一般都是一吨左右 有一些木制飞机重量 连一吨都没有 舰载机重量轻微航母 制造带来极大便利 一方面对辅助舰载机 起飞的航母弹射器要求低 有一些简易航母 根本就不需要弹射器 另一方面对航母上面的 飞行甲板要求低 木制甲板都能满足 螺旋桨战机的起降要求 二战时期大型货轮上面 铺木板就能改装成小型航母 可见当时航母制造有多容易 而现在航母上面的舰载机 都是喷气式飞机 超级重 基本上都在5吨以上 起飞重量更是达到20吨左右 重型舰载机对于航母 弹射器的要求非常高 绝大多数的国家 都无法满足这个要求 自然无法制造航母 而且现在的舰载机 飞行速度几快 启动时喷气发动机的尾烟 对航母甲板的牵食还非常大 最终导致现在的舰载机 对于航母飞行甲板的 质量要求非常高 需要使用低核精到强度的 钢板来建造甲板 进一步加大了航母的 制造难度和工程量 其次是航母的动力问题 现在的航母上面所带的舰载机 导弹 核弹 预警设备等 有多有重 远非二战时期的航母可比 最终导致对航母的 承重能力标准要求大大提高 以美国为例 美国当前的11艘现役航母 排水量都在10万吨以上 而且航母为了和周围的 护航舰艇形成战斗力 还必须保持较高的航速 要想驱动这么大的 加火快速航行 自然对航母的动力系统 要求很高 生产起来很困难 美国当前的航母航速 都在30节以上 全部采用核动力 据说美国航母 核反应队的安装 就得好几个月了 毕竟涉及到了核能问题 不仅关系航母的航速 更是关系到安全问题 每一步都不能马虎 稍有不慎 就会导致逃天大祸 所以每一步都是小心翼翼 想快也是快不了的 最后是成本问题 二战时期的航母 制造极为便宜 货船改造的航母 大约500万美元左右 新建的中型航母 大概是1000万美元 大型航母也不到2000万美元 而且当时的航母编队 也不需要太多的护航舰艇 一个航母战斗群 也不需要太多的钱 而现在航母则非常费钱 国力稍弱的国家 根本养不起航母 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核动力航母福特号造价 达到130亿美元 整个航母战斗群的 制造成本更是数倍于此 而且每年的舰载机维护费 日常航母出巡费 护航舰艇和补给船维护费 燃油费等 每年至少要20亿美元 绝对的天价 因此现在的航母 仅仅造价就是 二战时期航母的1000倍 每年的维护费也是天文数字 如此昂贵的费用 自然进一步延长航母的制造周期 很多国家都需要十几年的预算 才能造一艘航母 综合来说 现在的航母与二战时期的航母 已有天壤之别 被称为海上的移动国土 无论是制造工艺 还是制造成本都远超 二战时期的航母 两者有之的飞跃 所以现在航母制造越来越困难 当然现在航母的战斗力 也不是二战时期的航母可比的 绝对碾压 再次航母的战斗力